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美股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那道琼指数自从突破4万点之后 就没有能再看到4万点 而反而是一路拉回 到最新交易日道琼跌了200多点 跌幅0.55%到38852点 已经创了5月6号以来的收盘新低了 不过标普纳指还是继续涨 但标普也有一点涨不动 标普收在5306点 只有小涨了0.02%的幅度 反倒是科技股撑盘 纳指涨0.6% 这史上第一次收盘破万七 收在17019点 最近美股都在破这些关键指数 道琼破4万 纳指破万七 然后标普破5300 都是破这些重要的指数的整数关卡 另外费半最强了 这个涨了1.9%的幅度 而且是连两日创历史新高 主要是辉达代涨 辉达大涨将近8% 妈呀 已经涨到1139美元一股了 辉达公布财报之后的三个交易日 涨了20% 你就不要讲说他过去涨多少 他掌门人现在在台湾 你说会不会大家追逐他呢 那结果卖水果的阿嬷 看到他也那么淡定 我就是觉得最伟大的就是这个阿嬷 好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是政府基金的前操盘手 黄丰凯 丰凯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凯哥你好 木槽兄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还记得上次凯哥来的那时候 是正好风雨缥缈的时候 那个大盘跌了1000多点的时候 对不对 我还记得那时候凯哥就讲说 就看散热能不能领先止跌拉涨 如果那个散热能拉上去的话 基本上就不用太担心 果然这个凯哥是厉害 确实这个一语重地 散热你可以看到像今天双红旗红 都继续往上拉 双红已经快到1000了 这个凯哥后面盘是怎么看 现在给我们指点一下吧 我想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整个FED的政策 那刚才讲我们礼拜五就要宣布这个经济数据 那看起来应该是确实是不会有太大的 惊吓 但是也不会有太大的惊喜 就是大家其实希望是往下掉的 可是看起来油价又慢慢的往上走 那现在FED的态度看起来又恢复强硬的情况之下 整个包括金价 包括10年期殖利率 20年期的贡献殖利率都在往上爬升 所以这个就会让国际股市开始有点毛毛的 所以昨天的FED半其实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道琼就受到影响 所以昨天道琼是大跌的 那全球股市包括你像今天的日本跟韩国基本上纷纷都已经跌破月线的位置 但是注意就是我常讲的就是月线他还没有下弯 他愿意还在上扬的 所以对台股而言是要谨慎 但是还不用害怕 还不用害怕 就是如果整个日韩的月线开始下弯了 那个才是台股要害怕的 那么现在台股的位置基本上就随着这个黄仁勋 基本上持续往上走 所以整个AI族群 从原本的AI server到后面的AI手机 到现在的AIPC 其实不断的什么 不断在轮转 包括机器人也是 一直在轮转 一直在轮转 那我们看到最强的 我们之前讲过的 GB200的领头羊 红海 红海 其实他到今天都没有打算要休息 他态势还是很强的 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盘看起来是 稍微要有一点注意 但是不用到害怕 再就是肋骨你可以做一点 就是涨多部分的调节 不要想说要吃到饱 吃到饱 通常吃到饱是有爱身心健康的 所以不要吃到饱 所以你暗示大家可以稍微做一些 对我觉得可以适度的做一点获利调节 包括刚才沐豪兄讲的散热族群 其实那时候股价都 像西红都还在五六百块 现在都已经接近八百了 对短短时间其实还不到一个月 其实已经涨很多了 所以你看整个散热是从一线的族群进入二线 包括像最近在讲的励志 包括像广运 包括高丽 其实他们也都涨了一段了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类股轮动的 所以一线股 连续三天的红棒之后 基本上我觉得你就要开始什么 开始要步步为营 可以做一点点的解码 但是我觉得也还不要看太空 我刚刚讲 因为这盘目前看起来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不过就比如以双红来讲第一季EPS四块多 对不对 你算他现在目前的股价将近一千 这个本益比也不低 目前看起来整个散热族群的本益比可以高达四十倍 所以一般法人给四十倍 可以给到四十倍 尤其黄仁鞋又特别点名散热 他又说散热是这个AI族群里面非常重要的零组件 所以你看前几天连红准都在涨 对因为他是红海的散热可能会有一部分给红主人做 他好像也有机器人的提倡 但是我觉得他主要以红海来讲 他主要散热应该是给双红做 红海搭着双红的散热 广达是搭着旗红的散热 然后基本上大家把这一点稍微有点了解 会比较好操作股市 好那应该还是以红海的量会比较大 当然所以我之前讲过嘛 那个GB200整个红海大概是占到一半以上的四占率 所以广达就相对怎样会比较没那么强一点 可是这两天伟创也讲说他们一定可以拿什么50%订单 我觉得他在讲的应该还是在讲H100这件事情 他讲H100还对 还在讲H100这件事情 基本上他不是讲GB200 所以大家讲说我有一块 其实他可能是要搞清楚对象 所以伟创股价不太动 是因为他就是只吃到H100吗 对因为GB200基本上他的份额非常的少 为什么 我觉得有个重点大家要搞清楚 其实这几年其实到去年年底 大概开始对NVIDIA很正式 基本上大家觉得NVIDIA在讲笑话 就是说这东西怎么可能会这么的强 就会像是网路泡沫 所以一开始H100其实热量不是很大的 所以他觉得点是在试这个水温的一个第一个出席的产品 所以伟创算是很早跟NVIDIA进行walking做这个 但是整个市场做起来的时候基本上NVIDIA就要考量 就是成本的问题 所以要找一个全世界最会cost down成本的公司 叫什么就说鸿海 所以连广达的量其实都没有再增加 广达的量基本上跟去年大概就是持平或差不多 所以今年的这个伟创相对上压力就很大 那你看鸿海其实他从年初到现在 我们一路跟沐华兄一路在看着鸿海 他一路的长大 长到他有点害怕 就说他已经快到200了 对OK所以黄仁勋才会在那个GTC大会上 直接在那个鸿海那个富士康 他们所做的产品上签 Amazing富士康嘛 对不对 这个关键就在他能cost down 所以让辉达可以赚更多钱 而且他能够整合很多的componer 因为大部分的页面市场的componer都是外购的 可是现在NVIDIA要求他们要一部分的自制 部分的自制 所以其实为什么散热族群大家都二线鬼开始涨上来 就是因为其实NVIDIA要求要自制 所以有些公司大家就觉得说他没有可能会被广达或鸿海而做默局的动作 或者说做策略联盟 对所以他就会让二线的公司也有一些机会上来 所以看之前很扯嘛 像这个吉茂他是做这个汽车的水冷的 对他也大涨 最近蛮多公司这样子 就莫名其妙大涨 我记得他讲过说他有机会 可是看起来这个跟NVIDIA要的散热还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像这个吉茂在涨 包括像这个2241的这个爱姆勒也在涨 其实他们都是汽车的散热 其实跟目前在讲的这个AI server散热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但是只要你说你会做散热基本上大家都给你鼓鼓掌 都给你机会也给你资金投入 好像爱姆勒是跟德联然后再搭上广达吗 其实一开始讲的是这个吉茂 他是要搭这个联德 联德打进广达 对那后来可能有些变化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整个solution看起来并不明朗 目前确定是有联德 可是联德这波股价并不强 对很奇怪 他已经涨很大一波 对那股价并不强 对反而是其他股票比较强 比较强 我刚才讲像高利这种 今年大概也是跟去年算差不多 明年才会大成长的公司 股价还是一路创新高 一路创新高 所以基本上大家对散热现在都是高度的期待 所以你就你看这个财报数字出来 其实都没有办法压制他们 财报数字出来 其实出来之后还是继续涨的 继续涨 好那立志今天盘中攻到涨停板 对不对 然后收盘打下来涨半根 那立志后市呢 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刚刚讲 现在大家在讲的不散热 不是你有时机 而是在于说你有能力做 现在已经出货的 像这个双红旗龙 它是已经能够做 而且已经交货的 它股价已经涨上天了 所以现在大家在找的是二线的 就是你曾经有做过散热 水冷散热这个东西 包括像广运 包括像立志 他们都是 像立志他之前是跟英特尔合作的 所以他的东西基本上是OK的 只是他之前可能没有找NVIDIA测 所以 要认证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现在是有能力做 而且你经过英特尔认证了 虽然现在英特尔已经不再帮所有的厂商认证了 对 你要觉得说我帮你们认证干嘛 我又不用 对不对 我帮你们认证 然后你就卖给别人 赚别人的钱干嘛呢 所以现在英特尔是不主动 不主动 也应该不愿意 在帮任何的散热厂做认证了 OK 但是大家现在就是 抢这块市场 那MX呢 这个被誉为红海散热小经济 你怎么 我觉得他们也都是有机会的 就是说我刚才讲嘛 他现在不是在看你的时机 而是在你有没有能力 有能力 基本上你就会得到掌声 就反正量太大了 一定要多少一些厂商来做 是一定会分出来 一定要分出来 不然的话双红旗红也吞不下来 对 好 这个散热经过凯哥一讲之后 这个picture就更清楚了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还有机器人 要请教凯哥 这也是当红的 对不对 这也是明后年 要大爆发的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有人在称赞凯哥 说凯哥才是真正专业操盘手 当然 那是国家旗的 对不对 凯哥书大家应该都看过 好 那也有人问到说 为什么见准就起不来 散热就见准起不来 还有讲到说 这个落后补涨 有没有包括IP 然后也说 好像每个公司都说 有谁人散热 当然 现在大家都想往这块挤 好 那这些等一下问题 我们再请教凯哥 那刚凯哥在广告期间 讲了一段 那就直播听众专属 直播观众专属 大家不要担心 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 我们一样会请凯哥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一遍 那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这个前政府基金操办手 黄丰凯 那凯哥这个 刚谈到了散热整个picture 很清楚 那接下来这个机器人怎么看呢 机器人基本上 我觉得他还是走题材比较多 所以你看 现在所罗门 基本上已经涨到这里 就有点快涨不上去了 他现在被处置交易 对 因为其实老实讲 其实市场对他讲说 要做到200 对 那其实已经快到200 而且你要注意 他近期的大量高 其实就有点上不太去了 所以我们常常跟同学讲 就跟我们的观众讲 大量高一定要站上才能够加码 大量高没有站上 你就千万不要急促的去做加码 否则你很有可能就是要砍掉 这个要认赔出场 但是你看 其实所罗门在涨 包括像所谓的广民也在涨 对 还有最近什么红准 化汉 对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机器人的概念 但是机器人其实有很多 包括像机器人手背 像这个6125的建村 桥村 6125桥村 他是做机器人手背的 他也在涨 包括像做机器人的五轴的 这个机电骨也在涨 所以基本上 因为这个族群其实很大 就上瘾不涨 因为他做的是滑轨 滑轨 对 他也有机器人 他也有机器人 你可以看一件事情 连罗生都在涨了 你认为他应该是要涨的 因为罗生只是代理商而已 他都在涨了 对 所以有些公司是被低估了 但有些真的就是被炒作 对 你像罗生短短几天就已经涨几十% 这股票基本上 我会讲市场真的很热 尤其很多股票忍了太久了 我就一下就上去了 那刚刚有观众在问说 为什么这个渐准一直不涨 其实你要知道 我们在讲一冷散热里面 其实风扇的 占的分量其实不重 原山都在涨了 渐准不涨 人家原山做小家电 风扇的都在涨了 其实原山的高层 基本上都是从渐准出来 那渐准不是很冤吗 渐准应该算是国内风扇的旗舰级的公司 大概是跟台达电是同等级的 但是他是很专注做风扇 所以我刚刚讲 一冷散热其实在整个风扇 其实扮演的角色并不大 所以早先在H100的时候 其实渐准有大涨过 因为那时候还需要很多的风扇散热 可是走到一冷散热之后 就不太需要了 份额就降低了 所以他的股票就一直盘在这里 不太上 我们直播间需要风扇 对 因为我们没有水冷 水冷太冷了 如果我们的外围抱一层水 然后我们进来里面 一定是很冷 抱见准的人真的就屋屋的 这就没有办法 就是你还是要看市 形态对 你就针对这个形态 去操作股票就好了 好 那机器人这样 刚才我们在广告期间就问凯哥说 下半年看好什么产业 凯哥再跟我们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说一次 我刚刚讲 其实整个一个AI 其实他的族群是非常大的 甚至还有些 现在其实都已经有涨上去 就跌下来 但是可能有些是错失 例如说像六四九玉邦 像三零九九的日电帽 基本上他们今年都还是会 受惠到整个AI server 持续往上 其实我严格讲 如果你要买很大 这连国具都可以买 但是 国具现在都在慢慢爬 对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 连鸿海都进来的这个产业 不会是一个小的产业 而且鸿海是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所以他用的componer 一定是会比想象来多很多 只是说你是特殊级的 还是泛用级的 像我们刚刚讲的 包括像日电帽 包括像玉邦 他们都做特殊级的 像这个玉邦做的固态电容 基本上 全世界只有他跟Panasonic 可以做 所以他是已经拿到了认证 这技术层次就高了 他的SMD型的固态电容 已经开始在叫NVIDIA 可是上其实并不知道 六月下旬 他应该要cap型的固态电容要认证 如果这个认证也过的话 我觉得 以玉邦的股价 明年应该 我觉得 大概有机会赚到8块以上 EPS 8块以上 对 但是他股价目前 所以现在就走这个 被动元件比较落后的 对不对 我刚刚讲嘛 因为我们这个资金 已经在这个右上的位置了 所以盘是在右上 基本上很多股票要涨的 对 你看 像最近 你什么光碟片都在涨 我记得我前两天 在计程车上 计程车车说 奇怪 今天那个莱德 中环是在起乘 建设司机认识你 他不认识我 他只是在听股票的广播 是听我们节目吗 我不知道 没有注意听 但是他就说 你会起这个 几点钟 好像是傍晚 那就我们节目 我们节目无论讲听很多 我们有主持 我们有来宾来讲到光碟片吗 不知道 但是我跟你讲 我讲到光碟片 难怪 他想说 奇怪 光碟片也在起 是在起什么 我就说 你看这个资金其实是在轮动 我资金在轮动 那刚才讲说 落后部长股票没有IP股 我认为有 其实你可以看到一档股票 他是很领先 就是创意 创意的5奈米 目前看起来是onschedule 那为什么事情不涨 是因为他在 2奈米跟3奈米这边 刚好遇到AWS的 这个进度的不如预期 所以要进行一个修正 可是因为他是领头羊 所以要把整个族群都带下来 可是你现在创意开始 拉上来的时候 基本上他就有一个 多头的攻击的指标了 你最怕就是这个族群 没有人带头攻击 那他往上拉的时候 其实像M3 我觉得他慢慢就要开始 打底上来 其实M3也过大量的高点 我知道你一直很看好M3 因为他的形态上 大量的高已经出现了 而且是站上了 所以我觉得市场不恐慌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开始 慢慢找好股票 你在恐慌的时候 什么好股票没有用 你在恐慌的时候 你像大同电锅 不是也扎在地上吗 对不对 恐慌的时候干嘛扎大同电锅 因为重电都在跌 想要出个气就只好扎扎红电锅 对不对 我跟你扎红电锅还扎不坏 人家就用 对对对 因为他这几年都会很好 因为公司很积极在做转型的动作 好 那这会有没有提醒 我们听众朋友 比如说像是金融 像今天元大金破月线 那你觉得金融 营建 这些之前 AI在休息的时候 他们在夯的时候 又会再轮回来吗 我觉得现在比较担心的 就是说因为时间点 慢慢的要进入六月了 因为进入暑假 基本上美国的总统候选人 就会确立了 如果是川普当选 可能对国际市场都会比较不利 六月就要辩论了 第一场 对就比较不利 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 在赶在这一波 想要把这行情先做完 对 所以我觉得像金融营建 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了 可能不会那么快上来 但是我刚刚在跟朗哈哥在讲 说风电股还是可以留意 像这个上尾投控 包括像四季钢 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大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其实整个风力发电 不是只有内需 是全球性的展望 就是都在强化离岸风电 而且会一直到2030年 全球都很积极的建离岸风电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要核能 我刚刚讲 太阳能它基本上 它是很严重污染的 你八年之后 这些回收的太阳能 把离岸放去哪里 可是你离岸风电 没有这个问题 对 所以全世界现在都很积极的 在布局离岸风电 而且早期大家都是不暗上风电 发现暗上风电 其实有一个障碍的 其实因为它的散业 基本上你不能太大 你再看你那附近怎么住人 而且还有噪音 对啊 那个声音基本上 很大 是穿脑的 对 所以现在大家 慢慢把这个风电 往离岸去移 但是离岸的风液很大 比善业很大 很大 一个善业的一个半径 一个半径是一个A380 展开翅膀的空间 大概是800公尺 像伦敦之眼这么大 摩天伦这么大 你可以想想看 你跑操场跑400公尺 他是你的两倍 我常去台大跑 他是你的两倍 是800公尺 所以你知道这个善业有多么大 所以像这个 但是你要注意 就是像做离岸风电 要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叫离岸 就是它离岗口很近 要有港口有腹地的 它有办法做离岸风电 才能运输 大型的钢购 OK 对 所以如果他说 他做离岸风电的钢购 他没有港口 那基本上就是骗人的 OK 对 所以像澳洲 现在也开始要做离岸风电了 对 他就跟四季刚合作 四季刚要从印尼的明丹岛 输出去到澳洲给他 因为他要在明丹岛设厂 在明丹岛制作这个 钢购元件 然后再去澳洲 对 在海运 运到澳洲去 OK 好 印尼可能当地也有一些些原物料 有 所以我在两年前我在讲 我说其实国内的风电 已经慢慢的 国际化 不是哦 我们已经在地化了 OK 我们的能力是有办法跟国际竞争的 好 非常谢谢黄文凯 我们节目跟听众朋友谈最新股市的情况 谢谢凯哥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